中国梦将李景亮在国际擂台犯下血案 汉地拔从将两名对手直接摔到猝死震惊全世界 李景亮天生神力经常将对手举过头顶 然后当场摔到神志不清 他的身体更是坚硬无比 不止一次身陷险境却反败为胜 他的作战风格更是简单粗暴 凶猛的进攻一旦开始 对手不猝死擂台 他绝不会收手 他也凭借着这一身本领 成为了国内公认的综合格斗王者 就连百亿影帝吴京也来观看他的比赛 吴京曾开出天价片酬 邀请李景亮来参演角色 但是李景亮为了中国格斗事业 还是放弃了诱人的天价片酬 选择在国际擂台上身披五千红旗 为国征战 然而有这么一位可怕的选手 在上场比赛战胜了中国选手牛小强之后 便不把任何中国人放在眼中 你认为李景亮实力如何 说实话中国人的战斗力都很一般 李景亮除了会在擂台上睡觉 一无是处 这次我将一回合结束战 让他长眠不起 李景亮在得知此事后 在媒体面前直接表态 上一次牛小强输入了你 因为他太大赢了 我不会犯同样的错 我要用我的拳头 打你白脸开花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场比赛没有错啊 来自新西兰的选手 居墨大战我们的综合格斗 王者李景亮 那么就可以看到 相信在赛前啊 你也看到这个居墨的嚣张言论了啊 确实也是欠揍 不过这个家伙在擂台上的表现 还是相当稳健的啊 虽然说刚才我们就看到 直接是被我们的李景亮 躲过一尽腿弓啊 暴摔在地上 不过这个家伙的地面 确实是有够可以啊 好 我让我们回到比赛 缠暴的摔法 然后把居墨呢 是压在了地面 然后居墨现在看起来 还是比较的冷静 在刚才赛前的这个演说当中 李景亮也说了 他将迅速的战胜追手 今天李景亮是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李景亮在目前为止啊 他的表现是非常冷静 从武林传奇2 到今天的武林传奇11 李景亮一步 断头台 他在这个法位 只要一个成奇的位置 打打打打 打打打 李景亮呢 他的柔术水平是飞龙一般 在去年他获得了 中国柔术开赛的冠军 就是一个断头台 上位的断头台 不知道有没有 三打虽然是李景亮的主项 但是他后来又学了摔跤 特别是增加了巴西的柔术 所以地面功夫也非常的了得 没错 在这个全地下战队 又是刚刚从巴西请来的 这个checkmat的巴西柔术 作为国内少有的 综合格斗王者 地面极强的这么一个选手 我们的李景亮 对于地面 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解 可以看到 也是一直想拽着这个 居墨去往地面去带 在内围这个位置 也是减少对手 防御和反击的机会 双方在力量上 确实是相差不大 还在僵持当中 李景亮是非常冷静 好摔 居墨的防摔 还是力量比较大 但是呢 现在李景亮还是 把居墨放在了一个 不利的柜子 现在是一个犯拿妹的姿势 三角走三角走三角走 三角走三角走 三角走三角走 三角走 李景亮啊 是风格非常的凶狠 三角锁 但是呢 李景亮把居墨紧紧的 高高的举了起来 现在是 这三角锁已经挂上了 现在李景亮把居墨紧紧的 高高的抓起来 居墨又紧紧的去拴 去想去三角代 李景亮是绝不会给 居墨这个机会的 居墨又在拼死了 拿三角锁这个把位 但是这个对于 李景亮来说是非常的不利 但是刚刚呢 已经是大概有三次到四次 李景亮已经把这个 三角锁已经摔开了 但是不知道 李景亮能不能逃脱 这个三角锁呢 又在 李景亮又想拔出来 又想去逃 漂亮的翻滚 也是直接拿到了一个侧身位啊 看看有没有上前的机会 只要拿到胸膛这个位置 我们就有持续输出的这个机会了啊 但是居墨的防御可以说是 竭尽全力了啊 他不可能轻易的放我们的李景亮进去 还是在上位这个位置 轻松的这个 做出了一个抵挡的动作啊 也很强 李景亮不能掉的精神 李景亮还是非常耐心的 侧面压制 但是居墨又一个反转 把李景亮压在了下面 但是双方呢 两个人已经出了 居墨的半个身体 已经出了拳台 不知道厂才会不会让选手回到场地中间 现在居墨又回到了 场地中间想要乘起 居墨成功的乘起 这场比赛居墨的缠斗能力 让观众们大吃了一鸡 李景亮 非常冷静的防守 到目前为止 王老师我不能说别的 只能说这场比赛都没有 目前为止技术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 对 目前双方选手在内围还是一个压制的状态 可以看到 现在居墨还是想要 进来啊 毕竟这个优势位还是很难 很难得的 稍微有一点可惜 双方恢复战力 我们的景亮其实在战略上来说的话 相对一般啊 他是特别特别一个偏颗的选手 看一下慢动作 看一下腰是如何受伤 确实啊 是 结结实实的腰是 大家看到 全台和这个舞台呢 它中间是有一个大概远了 三厘米的脑 你看到居墨这个也是 这个勇士的精神啊 也是非常值得敬佩 又一次成功的压制 这一次 也是紧摁着脖子啊 感觉是想把居墨给勒死啊 这个在擂台上来说 这个不犯规 当然会很难受 看一下双方这个状态 居墨有一些气喘吁吁了啊 我觉得我们的井亮应该是 格以降服这个居墨的 上腿夹的是非常的紧 李井亮这个时候 看如何摆脱 撤回来 非常的明智 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呢 时间进攻 这样也过去居墨 把腿要往下放一放 含抽出来 好 非常重的 一面垂净 牧师居墨又是用双腿呢 是含的是非常的高呢 干扰李井亮的 我记得这个时候 用这个食肤 但是李井亮可能要把居墨提起来 漂亮从另外一边 转到另外一边 居墨是非常的被动 一个断头台的这么一个把位 不知道 一个断头台的这个把位是卡的是非常的紧 居墨呢 不知道 漂亮 尝试举起 哎呦 这个两人再打可就要出篮外了啊 好的漂亮 断头台 做得非常完美 居墨也是受不了了啊 让我们恭喜李井亮拿下的这一场比赛 简单轻松 非常非常的容易啊 虽然说对手中间是有反抗的 但是在我们的综合格斗王者 李井亮面前 还是没有丝毫的啊 获胜的机会 那么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